在法力的時候,另一項要注意的是自己的站姿 因為一般身手來說,很容易忽略要怎樣站在打球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留意一點點 當我們在法力的時候,我們的站姿要打斜一點 要讓自己的手腕有空間去法力 如果我們打平這樣站的話,我們的腰部會阻擋自己的手腕的動作 如果是後衛的話,因為是這麼長的一支棍 所以我們打斜的時候就要斜一點點 這樣令自己的手腕有空間法力 相反來說,如果是前鋒的話,距離會短一點 我們就不需要斜得很誇張,斜一點就可以了 那麼準則在哪裏呢? 就是當我們打斜站後,移動到最近的時候 我們的手腕有足夠的法力空間 就不會說是自己阻擋自己 不會說是自己阻擋自己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最重要是打斜站的時候,我們的手腕有足夠的法力空間 最重要是既然是非常疲勞 不停shock掉 我們就準備本当那種的方式 其實應該要立即中來了 我們會在這裡 往往說 M Wid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